2008年,62岁的沈殿霞因肝癌在医院病逝 他生前最放心不下女儿郑心仪 哪怕是在病情恶化时 还不辞辛苦带着女儿来内地参加节目 为女儿铺路,死母之心,让人动容 但郑少秋和沈殿霞离婚后 便和小12岁的演员官金华结婚 重新组建了家庭 辜负了沈殿霞40岁冒险生女 目睹父亲移亲别恋的郑心仪 如今过得怎样了 郑心仪的母亲沈殿霞 同年进入香港娱乐圈 出演了无数影片 多数都是配角 但却是票房的保证 尤其是肥肥的风格携去轻松 成为了香港家喻户晓的知名艺人 虽然沈殿霞事业上成就满满 但在情感上却是很为坎坷 1985年,沈殿霞和郑少秋结婚 以40岁的高龄怀孕 吃尽苦头才生下了郑心仪 然而这段婚姻 却没有因为郑心仪的到来变得幸福 反而迎来了破碎 1989年 因为关金华的介入 这让沈殿霞不得不和郑少秋离婚 独自抚养郑心仪 没有再婚 无怨无悔 和郑少秋离婚后 直性子的沈殿霞 因为忍不住气 闯入拍戏现场 狠狠地扇了关金华一耳光 但这并不能抚慰她内心的伤痛 离婚后的沈殿霞 生活也被李毅搅得支离破碎 每天一结束工作 就像是一个受伤的兔子一样 在家里暗自伤心落泪 夜深人静时 看着女儿郑心仪那稚嫩的面孔 这让沈殿霞十分痛苦 同时也对郑少秋很为怨恨 痛苦和怨恨的交织 几乎让她窒息 郑心仪这么小就成为了单亲孩子 没有了完整的父爱母爱 这让沈殿霞将一切都怪在了 郑少秋的身上 她还一度产生过轻生的想法 但郑心仪那天真 纯洁的笑容 却将沈殿霞拉了回来 为了郑心仪 沈殿霞只能将所有的爱 都集中在女儿的身上 虽然事业上很为忙碌 但沈殿霞却不愿请保姆 将其送进了托索 每当下班后 她就会去接郑心仪回家 有一次 郑心仪因为感冒转化为肺炎 还住进了医院 当时的沈殿霞为女儿的病忙的焦头烂额 而郑少秋却和关金华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 彼时的郑少秋 早已靠着沈殿霞的支撑和人脉成功出圈 更是凭借储留相传奇的潇洒飘逸 成为了大红大紫的明星 与郑少秋风光的婚礼相比 是沈殿霞和女儿郑心仪的妻亲和寂寞 陪女儿在冰冷的病房里 电视机却播放着郑少秋和关金华的婚礼 那一幕幕都让沈殿霞伤心难过 虽说沈殿霞的身材臃肿 长得也很普通 但她却才华横溢 在香港娱乐圈有着大姐大支撑 李懿单身后的她 也曾有不少优秀的男士向她表达爱意 希望她能走出李懿的阴影 再次组建家庭 但沈殿霞却一一婉拒了 她决心要陪女儿走到底 因为李懿带来的痛苦 这让沈殿霞心里也充满了仇恨 认为郑少秋既然能狠心抛下母女两人 那她也不会让女儿郑心仪去认这个父亲 为此 沈殿霞让女儿和郑少秋不要有任何接触 哪怕是通话都不行 就算郑少秋亲自上门来看望 可怜兮兮地请求沈殿霞 但她都强硬阻拦 母亲沈殿霞的仇恨 也让郑心仪耳朵里灌满了父亲薄情寡义的议论 灌满了父母 关金华等人的是非恩怨 年纪上小的郑心仪 又怎么会懂得里面的恩恩怨怨 却也因为母亲沈殿霞的仇恨 对父亲郑少秋有了很深的抵触 她恨自己的父亲 要不是她的无情无义 又怎么会有如今的事情呢 对于沈殿霞和郑心仪的态度 这让郑少秋十分难过伤心 她知道当初是自己对不起他们母女 可对郑心仪 郑少秋一直想要给予父爱 可沈殿霞的阻拦 让郑心仪和父亲郑少秋仿佛隔了一堵墙 2002年 在郑少秋的主动下 郑心仪也逐渐与其接触 当沈殿霞知道女儿和郑少秋接触时 十分生气 和郑心仪发生了争吵 昔日温馨的家庭 却因为一个男人首次争吵 家庭气氛十分尴尬 在沈殿霞眼里 郑少秋是一个父亲汉 在郑心仪眼中 她虽然可恨 但也是父亲 仔细审视一番后 沈殿霞也没有继续干扰 郑少秋和郑心仪的接触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 不论是郑少秋还是郑心仪 都十分开心幸福 因为工作的忙碌 这也让郑少秋 并不是很有时间的陪伴和关心 大多数都还是母亲沈殿霞的陪伴 这也让郑心仪有些不满 2007年 因为长期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沈殿霞多次身体不是入院治疗 也暂停了演艺圈的一切工作 母亲的平亭住院 这让郑心仪很为伤心难过 毕竟从小到大 都是母亲的陪伴 她和妈妈的感情十分深厚 父亲郑少秋 已经和关金华结婚 组建了新家庭 有了新的妻子和女儿 所以沈殿霞在生病住院后 碍于情分几乎没怎么去看 这也让郑心仪内心有了想法 她再次对这个父亲感到不满 2008年2月18日 20岁的郑心仪脚步匆匆 走出了香港无线电视台 灯火通明的大楼 钻路一辆车 急忙赶去了医院 当时已经晚上9点多了 得知了母亲沈殿霞的情况不好 在路上 郑心仪十分焦躁不已 就在此时 一条短信发了过来 是父亲郑少秋发的 情况怎样 要不要我也过来 看到这条短信 郑心仪更加不耐烦了 并没有理会 到了医院后 陈淑芬等人含泪告诉郑心仪 肥姐进入弥留之际 已经送入到危重病房抢救了 听到这话后 郑心仪颓然坐下 死死地盯住抢救室外 那无声闪烁的蓝灯 她很想哭 但却哭不出来 突然她掏出手机 快速地给父亲郑少秋 回了一条短信 不用了 有武姨他们帮手 你不用担心 2008年2月19日 随着一声尖锐冗长的一气声 62岁的沈殿霞永远离开了 对于妈妈的离世 这让郑心仪十分难过 但她没有哭 呆呆地 死死地盯着一动不动的母亲 一脸茫然 眼泪不自禁地滑落脸庞 而后沈殿霞的追思会在香港红看体育馆举行 一进现场后 就看到无数人对沈殿霞的离世感到惋惜 而郑心仪再也无法抑制悲痛气不成声 在追思会上 郑心仪的干爹邓光荣 公开地指责郑少秋 心仪有一个父亲 就像没有一样 在沈殿霞临别之际 向好友嘱托了要照顾郑心仪 圈内好友纷纷许诺会帮助郑心仪 但实际上 郑心仪的情形令人揪心 在娱乐圈中 她步履艰难 接拍了搞笑剧《必打自己人》 报酬仅仅1300港币一集 而且她还是主角之一 更是常常被NG 有一次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台词太过于搞笑了 这让郑心仪接连三次笑场 而这也让导演罗震月姬红了眼 不禁嚷起来 学学你老爸老妈呀 他们演戏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多次NG 听到这话后 郑心仪也委屈地哭了起来 作为一个新人 郑心仪又怎么能够跟自己的父母相比呢 而在郑心仪的身上 也传出了靠父母入道 出入夜店 挥霍沈殿侠遗产等绯闻 因为这类话太多了 郑心仪也变得意欲寡欢 只要一有空 郑心仪就会带着洋男友一起去逛街 而这大部分的花销也都是由她买单 而且因为暴饮暴食 这也让郑心仪的身体开始膨胀起来 等到了2009年初 郑心仪体重足足 长了13公斤 腰围达到了33寸 照这样下去 她无疑就是在自毁前程 而今郑心仪已经35岁了 虽然有恋情 但却还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 因为父母的离异 这让郑心仪心里也有一些阴影 她不想让母亲的悲剧 在自己身上重演 所以对婚姻也格外注重和考虑 只希望她能够和男友相邪到老 不会像沈殿侠和郑少秋那样 重蹈覆辙